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是近几年最火红的词 专家分析 宝可梦游戏之所以红遍全球 是因为皮卡丘这些口袋怪兽的IP产值 而国内的霹雳华言与大宇 也是拥有庞大IP产值的公司 透过角色 明星授权 以及自创游戏 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喷气制造头发的飘逸感 还要吹风机吹沙 搭配操偶师精湛的演出 和工作人员的配合 一时之间电光石火 拍摄起来效果绝佳 这里是霹雳布袋戏 位在虎尾的片场 我今天TVBS打赏后 我这样演到吗 我这样演到 看他们两个打琴 骂操活灵活现样子 其实幕后最大的功臣就是操偶师 透过操偶师替戏友们注入生命力 也因此让布袋戏友在台湾 风行了数十年 甚至进军国际 为了让没有生命力的布袋戏友 能够栩栩如胜 操偶师也有许多小技巧 这里有一条线 然后跟这只手同时并用 我可以操作这只手 也可以闭眼睛 只靠一个操偶师 无法呈现华丽丰富的场景 因此光是要拍摄一幕 就要动员七八个操偶师 在一旁协助 不过操偶师的养成可不容易 从菜鸟到可以掌握第一主角 至少要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磨练 为了更逼真 像是服装都自己打版制作 发型也有专门的造型团队负责 一尊主角级的戏友 手工打造 至少要花上一个星期以上 像是跟日本编剧大师 虚弦渊合作的东黎剑游记 请来日本视觉系艺人 西川跪教唱主题曲 还有知名的声优配音 跨界合作 把传统布袋戏推上国际舞台 那因为这次跟日本合作 最大的动机还是希望 可以把布袋戏推到日本去 跟其他海外市场 造型的设计也是日本那边做的 然后台湾这边就是 负责就是把所有的剧本 还有就是造型把它落实出来 用布袋戏结合动漫 在地化打造出符合 日本市场的布袋戏作品 在日本 大陆 台湾等地先起讨论 布袋戏配日文可能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尝试 然后甚至有一些 就是纯动漫迷 就是有在追声优的 他可能也因此来看 就是这次的布袋戏 霹雳不只从动漫的角度切入 在台湾还有一票 布袋戏铁粉遍布各个年龄层 为了创新 霹雳这几年也积极授权IP 做不同的变化 游戏公司从以前的PC 到网游到手游到业游 我们从全部都涵盖 而且都是用我们本身的一个故事 一个肖像去授权 霹雳能够立足国际的关键 是善用旧IP创造新IP 例如今年江河大陆合作 开拍真人连续剧 预估产值至少人民币三亿元 可以把霹雳IP再提升 我们会进入到所谓的一个比较服务 比较能够跟群众互动的一个行业 譬如说主题餐厅 譬如说一个主题园区 IP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火红的词 本来是指智慧财产的英文缩写 但在大陆以及好莱坞影视产业广泛应用 而台湾的机会点又在哪里 因为台湾是一个浅盘市场 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快 加上充满创意 像是不少图文作家 就透过笔下人物发展IP 在手绘版上快速的绘图 带着眼镜的马克 从2008年开始 在个人部落格发表创作 以幽默又犀利的主题 诠释职场上的美美嘎嘎 网友都是各行各业的人 那因为我很努力地跟大家互动 所以他们也会提供一些素材资料 那有时候藉由他们的留言 我会知道他们比较在乎什么 他们对什么议题感兴趣 要运用不同的方式吸引粉丝 目前光是脸书 就有84万粉丝来按赞 如果公司是两成 那资金就适然了 老板是方向盘 主管是引擎 跟你们是轮胎 意思是我们菜鸟要很重要吗 意思是伤悲 他一样直接被替换 从图文创作到动画 每每都能引起共鸣 除此之外 《我是马克》系列 甚至还搬上了舞台剧 用真人演绎上班族的心酸 你是菜鸟 我们通常会叫菜鸟 小朋友 那个谁 未来马克里面的角色 还会出现更多不同的IP应用 这些IP跟网络剧 或是跟电影 其实我们都在规划当中 它的角色非常多 所以它在编写故事的灵活度上 就非常的够 因为脸书和LINE平台的兴起 图文作家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像是黄黄胖胖的香蕉人 就是台湾原创LINE贴图 原本只是相机APP里面的一个角色 没想到因此爆红 各种IP授权的邀约也接踵而来 比如说像是龙毛抱枕 然后有一些衣服 手提袋 然后农产品 然后各种的产品这样子 那我们都跟它有一个授权的分论的方式 观察台湾IP授权的发展 Boris认为这几年是非常好的时机 我觉得台湾的IP是 有一直往上面冲的感觉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话就是 因为Facebook还有LINE这两个平台 素人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把它给画出来 然后就会吸引到喜欢的人 根据国际授权业协会2015年报告 亚太授权市场居全球之冠 亚洲前三大授权市场为日中韩 规模分别有119.5亿美元 76.1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台湾拥有丰富的创意 用老故事创造新IP 发展展新的获利模式 TVB的新闻 叶俊宏 吕裴军 园林台北 采访报道